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解码讲座 讲座将揭开日常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 带给您一些新鲜且启发性的思考 让我们一起学习、启发并发现新事物 今天,我们将探讨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教导我们如何打破常规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 并在挑战中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想象一下,当你在超市里挑选水果时 你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外观最完美无暇的那些 但是,有时候那些外表不太吸引人的水果 其实更加新鲜,味道更佳 这就是逆向思维的一个日常应用 不按照外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 而是深入探究其内在品质 逆向思维不仅适用于生活中小事 它还能帮助我们在工作、人际关系 甚至是个人成长上取得突破 当我们学会质疑常规 勇于接受新观点 我们就能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找到更多创新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来举例逆向思维 在各种情境下的应用 让我们先从工作场所开始 在工作中 我们经常面对各种挑战和决策 逆向思维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 审视问题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面对一个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传统思维可能让我们寻找已知的答案 但逆向思维却鼓励我们质疑现状 探索全新的可能性 例如 一家科技公司面临产品创新的挑战 市场上竞争激烈 传统的产品开发流程 似乎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研发团队决定放弃他们习惯的开发模式 转而采用逆向思维 他们不是从现有技术或产品功能出发 而是从用户的未来需求和问题开始思考 他们与用户进行深入对话 了解他们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并基于这些洞察创造了全新的产品概念 最终 这种方法不仅带来了创新的产品设计 也为公司赢得了市场的先机 这个例子展示了逆向思维 如何在工作场合中发挥作用 帮助我们突破固定模式 并在面对困难的挑战时 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例子是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 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时 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 并找到双方都满意 且创新的解决方案 它让我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 考虑事情的不同面向 从而达到更和谐的人际互动 例如一位经理与其团队成员 在项目方向上有分歧 传统的做法可能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或者强迫团队遵循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位经理选择采用逆向思维 他首先试图理解团队成员的观点 寻求他们对项目的看法和建议 透过开放的讨论和共同探索 他们发现了一种既能满足项目目标 又能充分利用团队长处的新方法 这种方法不仅解决了当前的分歧 还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这个例子展示了逆向思维 如何在人际互动中发挥作用 帮助我们在冲突中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并促进更深入和谐的关系 在个人成长方面 逆向思维鼓励我们 质疑自己的信念和假设 鼓励我们自我反思和改进 当我们开始怀疑 那些一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时 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了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举个例子 在一对夫妻的关系中 逆向思维的运用可以带来显著的改变 假设夫妻之间因为沟通不良 而经常发生争吵 传统的思维可能让他们各自坚持己见 认为对方应该改变 然而 当他们开始运用逆向思维 适者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他们发现问题的本质 可能并非对方的行为 而是彼此沟通方式的不匹配 这种认知的转变 促使他们开始寻求共同的沟通策略 比如设定固定的沟通时间 和建立有效的表达方式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这个例子展示了 透过逆向思维 我们不仅能在人际关系中找到新的解决之道 还能在自我认知和成长的过程中 发现新的可能性 逆向思维的美妙之处 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思考技巧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鼓励我们保持好奇心 持续学习 并且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物时 始终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 并勇于冒险与创新 接下来 让我们透过两个简单的故事 来更深入地了解逆向思维的力量 很久以前 人类都还斥着双脚走路 有一位国王在偏远乡间旅行时 因为路面崎岖不平 遍地碎石 搁得他的脚疼痛难忍 回到王宫后 他下令要将国内的所有道路 都铺上一层牛皮 但即使杀进国内所有的牛 也不够铺路 这时 一位聪明的仆人 大胆向国王提出建议 国王啊 为什么您要牺牲那么多头牛 花费那么多金钱呢 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 国王听了非常惊讶 但也立刻领悟了这个建议的智慧 于是立刻收回成命 改采这个建议 据说 这就是皮鞋的由来 这个故事启示我们 肖伯纳曾说 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 而不明智的人 只会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 改变世界很难 但改变自己却很容易 当你改变以后 你眼中的世界也会跟着改变 两个老板碰面交流 经营心得 其中一个老板抱怨自己公司的三名员工不成才 另一个老板询问原因 老板答道 他们一个吹毛求疵 整天闲这闲啊 一个起人忧天 总为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担忧 而另一个游手好闲 喜欢在外面瞎逛乱混 另一个老板想了想 说 干脆让他们三人到我的公司上班吧 这样也省了你解雇他们的麻烦 第一个老板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 这三人到新公司报道 新老板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工作 爱吹毛求疵的一位负责质量监督 起人忧天的一位负责安全保卫 而喜欢闲逛的负责出外做宣传和调查 一段时间过后 这三人在各自的工作上做出了优秀的业绩 那个老板的公司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蠢才 只有没放对位置的天才 唯有知人善用 才能人尽其才 《逆思维》一书的作者亚当·格兰特 是华顿商学院最年轻的终身病教授 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发现 人们习惯用最舒适的方式思考 很少质疑或挑战自己的信念 这导致了许多人坚持己见 自认为聪明并困在思想的同温层中 在《逆思维》中 格兰特向我们展示了重新思考的方法和其重要性 鼓励我们颠覆常规突破思维盲点 格兰特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念 来激发我们的重新思考 一将具有争议的主题多元化 格兰特认为 每个故事都不仅仅有两面 而硬通过棱镜的多个面向来观察 这种多面向的观察 有助于我们看到事物的灰色地带 从而开放思维 他提出的证据显示 当一体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并 要求双方思考细节时 能够有助于软化和改变固执的立场 二 放弃最佳典范 格兰特指出 最佳典范往往意味着理想惯例的建立 导致人们停止质疑和探索 他建议我们应该持续寻找更好的典范 保持开放的态度 并透过实验和数据来验证新典范的有效性 三 保持开放心态思考未来 格兰特强调 我们的兴趣和热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们对昨天感到困惑的事物 可能在明天变得令人兴奋 透过计划下的行动 我们可以鼓励自己保持开放心态 并愿意重新思考和探索新可能 这些观念不仅帮助我们打破思维局限 也为我们提供了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新视角和策略 接着 亚当 格兰特在逆思维中又提出思维角色模型 将思维方式分为四种角色 传教士 检察官 政客和科学家 了解这些角色的特点和限制 对于我们培养逆向思维至关重要 首先 当我们扮演传教士的角色时 我们可能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拒绝接受任何挑战或反对意见 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我们忽视重要的信息 限制了我们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作为检察官 我们专注于辩驳和反驳他人的观点 这可能使我们变得封闭和防御性 在这种模式下 我们更关注于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而不是开放性地听取新信息 或考虑不同的可能性 而当我们处于政客的角色时 我们可能过于关注赢得他人的认同和支持 导致在决策时过于迎合他人 忽略了真实的事实和数据 因此 虽然这些角色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其效用 但在进行逆向思维时 我们需要警觉这些角色的潜在限制 与此相反 当我们扮演科学家的角色时 我们则保持好奇 不断质疑和重新评估自己的想法 这意味着 对自己的信念保持怀疑 愿意接受新的证据和不同的观点 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或信息时 我们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去探索和实验 而不是执着于我们已经确定的信念或假设 这种思维模式 对于个人和专业成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当我们开始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时 我们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 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适应变化 并在各种情况下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通过这些故事与深入的理论探讨 我们看到逆向思维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 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艺术 它教导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 质疑固有的假设 并找到创新和高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面对生活中的小挑战 还是处理复杂的工作问题 逆向思维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记住,有时候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启全新的世界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启发和帮助你们